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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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做樂器 卡洛斯所做的樂器的種類 可說是認真多 但我小時候想不到,以我一個做結他的初歌 只是做了三支結他,一支給自己 一支給鄧校長,一支給林鎮龍之後 兩岸三地都有朋友對這件事表示有興趣 我最近有兩位認識了幾十年小時候 隔旁的朋友,崔文輝先生和崔國輝先生 兩兄弟,他們來到我學校探望我 還試彈我的結他 我特要說,他們兩兄弟可以說我是結他專家中的專家 因為我的結他小時候都是跟崔文輝學的 而阿國更加出蘇無數,幫過很多明星伴奏 而且家裏收藏結他有幾十支 彈完之後他們給很高的評價 喂, Carlos,你第一次做結他 做到這樣,都有80分 而且他們打算向我訂做一支獨一無二的結他 於是為他們兩個做結他,我都必須要戰戰兢兢 因為他們一定很有要求 我都不能辜負他們對我的期望 為了這些原因,在桌面上我加入了大量的木料 不如我先介紹一下面前我加入了什麼材料 這款木料,你看到的紋理和顏色 就叫做黑糊塗 很多傢俱或木材擺設都用著 既然是硬木,就應該用來做背板 為什麼我還要多買一塊呢? 好,這一塊就叫黃金藍 看樣子就好像不太起眼 但這兩種木材就正正是阿崔和阿閣 今次選擇他們的背板 至於面板,無論是古典結他 或者是文歌結他也好 大陸我們一定會用雲參 雲參來自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來自美國,德國,意大利等等 我現在手上這款是德國運餐 你見過我買了一大碟回來 有些比較漂亮的,就近切到90度 上面有些就是70度、80度 好了,我面前有這樣的材料 究竟他們兩兄弟要怎樣配搭做出結他 我就一五一十幾下的節目告訴你們 希望在兩三集的時間 我都能夠將他們兩個訂做結他做起 讓他們兩兄弟試用再比出評語,好嗎? 我大多數買回來的木材都是拼沙好的 好像面板、背板一樣 都是文理對稱的 因為他們都是採用同一塊木材去拼貼出來的 但隨著我越做越有經驗 我就購買了更多結他工具 可以自己做拼貼和去沙板 好像這個工具 就是我新買回來用來拼板的 好了,方法很簡單 兩塊板邊,塗了木材膠水 扭好所有的螺絲 再在中間加板 以及用Gcam壓榨 等乾就可以了 除了拼板工具 我還買了這個大型的沙板機 把它調到我自己想要的厚度 例如我現在調了2.8 因為預算之後還要做一些沙磨工作 然後把整塊板放進去 底面都過一次之後 就不知道厚度適合 連表面都光滑了 好了,接下來我就要揭曉了 原來阿郭想用黑糊塗來做面板 於是底面加起來 我就買了兩塊 而阿崔因為想做一支跨界的古典 所以用這個雲纏來做面板 而我也為了他們兩支不同的結他 選擇了相應的音控花邊 很明顯古典的圈直徑是大一點的 而文哥的圈是小一點的 除此之外 我還特別為他們所用的木材 選擇了相襯的封邊邊條 好了,正式開工了 首先就要開板鋸模 要補充一下 阿崔做的就是叫古典結他 是39吋的 而阿郭所做的就是 OM型結他 OM型結他 就是40吋的 所以你看到兩支好像差不多一樣 而我今次做這兩個結他 會試用很多我以前沒用過的方法 來豐富我的製作經驗 好像拖這個音控圈 我以前是用CNC的 但由於這塊黑糊塗 有點曲曲的 如果你硬硬貼上CNC床上做 有可能的深度不正確 但相反 我現在用Logic 配合這個工具 手動壓著操作 拖出來的圈就會很完美 你又看看 除了面孔音孔的花邊之外 背板中心的花邊 我也是用手動去拖坑 然後把花邊貼上去 來到做音樑的步驟 我都會採用新的方法 以往我是貼了音樑去背板 然後才去打磨音樑 我認為這樣做真的非常之左手左腳 如果已經有製作經驗 對音樑已經有一定要求的話 倒不如一早用沙子機把音樑磨薄 喜歡磨到怎樣就磨到怎樣 又何須貼上板之後 才慢慢找一把鑽去批呢 一個不小心 批傷了面板就更麻煩 所以你今次看到我 無論背板或者面板 所用到的音樑 都是貼上去之前 一早做好造型和打磨好 貼好之後就不需要再做修正了 你說是不是又省時尤美觀呢 好了 來到側板的操作了 之前我已經有一個節目 就介紹過我這個新扣子的屈板神器 在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今次兩個結他我都會做缺角 由於用了屈板神器 所有的缺角都做得很Smooth 趕快就可以拿模具去承認 以及去貼內邊條 今次我還會試為阿國的結他 做一個護臂 這個護臂的地方 就要用比較粗的內邊條 底面都用相同的 黑胡桃木的樣子究竟是怎樣的呢 大家在這裡就可以看一看了 而剛才加粗了內邊條的地方 就用來做護臂的 這個護臂的功夫真的很多 不過卡洛斯又想挑戰一下自己 我曾經聽阿國說過 一些出名的結他訂造廠 為了加一條邊 可以加多你二千元手工費 但以卡洛斯演奏級的木工技術來說 應該都不是太難的 其實這個護臂難在什麼呢 就是難在你條花邊 要沿著它走另外一條軌道 而你刨斜角露出來的洞位 又要用木皮去封回它 最後還要經過一輪的打磨 所以你會見到功夫實在多了很多 但做完出來的滿足感 也都大了很多 好了做完阿國的琴通 就走來做阿崔的琴通 由於他用黃金藍是屬於軟木 所以屈曲方面就要更加小心 如果不用屈曲神器用手工去屈 不要說是缺角 就這樣普通的形狀都會屈爆 阿國呢 底面都用硬木 而阿崔呢 底面都是軟木 聲音究竟會怎樣呢 而今次做阿崔的結他底部 我都用了一個新方法 我就會用玫瑰木做一個梯形的形狀 塞進去這個位置 相信都會挺好看的 阿崔的人呢 非常之貪美 所以為了配合他的音孔圈 我特別買了這些條狀的背殼 就雙嵌下去結他邊 雙嵌好之後 再用這個502去固定 這樣就漂亮得沒有朋友 紙板方面 阿國的結他人沒有特別的 主要就是一個弧度R16的指板 那邊呢 就封了這個楓木的 但琴頭方面他就有要求 他想雙嵌一下Thomas 他的名字和這個KF 而雙嵌的材料呢 就用回紙板邊的封墓 而阿崔的想法很不同 他要將他的筆名 雙嵌在這個紙板的第十二品的位置 材料方面呢 我就選擇了用一些淺色的菜爐爐 好了 當兩個紙板和結他柄都配搭好之後 我們就要做魚美筍 來接駁這個結他柄和結他身 這個部分呢 我一向都覺得很難的 因為呢 文歌結他呢 和古典結他呢 那個接駁角度都不同 差了一點點呢 你就會彈得不舒服了 那麼我靜靜好呢 就用這兩次機會呢 再鍛鍊一下自己的製作技術 幸好無經無險呢 阿國的結他呢 都比我好正確地調教到是1.5度 而接駁好結他病 在貼上紙板之前呢 還要拉坑去放入這個調節桿 至於古典結他呢 一般呢 我就是用碳籤的 但由於阿崔呢 都是彈慣文歌結他的人 所以我也破例呢 在他訂造的古典結他裡面呢 加入了這個調節桿呢 你看阿崔和阿國呢 向我訂造這兩支結他呢 已經又過了兩個月了 那當中大家看到我買料啦 prepare料啦 做個body啦 做個琴頸啦 等等等等 做到現在這樣呢 已經是成型的了 那下部呢 我要邀請他兩兄弟來參與這個創作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呢 他們參與什麼創作呢 記得留意下一集啦 好了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樂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按讚和分享出去啦 拜拜